波连者 本台特别报道 我是昨日又发生一起恶性杀人案件 受害人为20岁左右的女性 死者整张脸被割下 头部遭到严重的破坏 无法确认身份 目前警方正在调查 这已经是我是发生的第15起类似案件 凶手的奸诈狡猾 凶残暴虐令人发指 为了您的安全 近期请尽量避免单独出刑 不要随便和陌生可疑人员接触 相信我们警方一定会尽快侦破案件 将犯罪嫌疑人绳之以法 哼 把我绳之以法 这些警察有这个本事吗 哼 杨涛轻蔑地笑了笑 用遥控器关上了电视机 他回过头 看着摆放在身后柜子的那一个个巨大的玻璃容器 那些容器中是一张张被福尔玛林泡得变了色的女性脸皮 他们的年线 他们的年纪都不算大 也就二十岁上下 虽然他们已经没有了生命 但是这些脸生前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 就是高颜值 多好的艺术品啊 阳涛冷冷地笑着 从沙发底下拖出一个黑色的塑料袋 那里面正装着一张张刚割下来不久的女人脸 他从柜子上取下一个装着福尔玛林的容器 动作熟练地把那张脸丢了进去 杨涛是一名外科医生 他也曾经有过一段美好的婚姻 妻子美丽贤惠 生活过得非常幸福 但这一切都在三年前的一场意外后 彻底的结束了 那一天 妻子外出时 不慎被一辆急尺而过的轿车撞到 受伤严重 送医不久后就去世了 妻子的死给杨涛相当沉重的打击 他怎么也接受不了自己朝夕相处的爱人 突然离开自己 他爱妻子 一天不看到他那美丽的容颜 他就会感到失魂落魄 为了永远把妻子留在身边 杨涛在深思熟虑后 做出了一个疯狂的决定 在妻子即将火化的前一天夜里 杨涛偷偷潜入了殡仪馆 用手术刀划开了妻子的脸 将那张美丽的脸完整的切割了下来 他把妻子的脸泡在了福尔玛林的溶液中 做成了他的第一件艺术品 妻子留在了身边 虽然没了生命 但拥抱了容颜 可久而久之 杨涛又有了奇怪的感觉 每当下班回家 看到柜子上 孤零零摆放着妻子的脸 他隐隐觉得 妻子似乎很孤单 虽然没有表情 不能说话 可杨涛能够想象到 他真的很寂寞 很需要有人的陪伴 然而自己每天都要上班 不可能24小时留在家里 亲爱的 我给你找几个女朋友吧 杨涛笑眯眯的望着容器中的妻子 我呢会多找一些 把她们放在你的身边 永远永远的陪着你 从那一刻起 杨涛内心的邪恶之火 便被点燃了 白天 他披着白大褂 在医院救死扶伤 到了夜晚 脱下白大褂的时候 他就成了丧心病狂的 恶魔撒旦 他潜伏在城市中最阴暗 最人烟稀少的角落中 用各种方法袭击独自外出的女子 将她们残忍的杀害剥取脸皮 泡在福尔玛林溶液中 不到半年的时间 原本空荡荡的柜子上 就几乎摆满了装着美人脸的玻璃容器 由于他心思缜密 作案不留痕迹 警方一直没能找到 什么可靠的线索 他也一直得以逍遥法外 亲爱的 有这么多人陪着你 你一定不会感觉寂寞吧 杨涛站在妻子的面前 淡淡的笑了笑 我会把柜子摆满的 让他们都把你当女王一样 簇拥起来 这一天傍晚 和往常一样 杨涛下班之后并没有回家 他简单的乔装打扮了一下后 来到了市郊的平房区 这里人烟稀少 非常的偏僻 住户多是老弱妇孺 来往的行人也不多 但杨涛清楚 附近公司的女职工 下班偶尔会从这里抄近路回家 杨涛的柜子 还有一个空位置 他决定干完最后一票就收手 杨涛鬼鬼祟祟的 躲在过道边的电线杆旁 悄悄的等待着 有独自行走的女子路过 可是等了大半天 都没有见到一个人 嗯 警惕意识到提高了吗 以前这里 好像很多人来往的呀 杨涛自言自语的嘟囔着 他从衣兜里摸出一支烟 用打火机点燃后 放在了嘴边 但还没有来得及抽 忽然一阵阴风迎面而来 瞬间就将刚刚点燃的烟头熄灭了 没错 不是烧得更旺 而是熄灭了 杨涛叹了口气 正准备背过身子 重新点上一根烟 刚一转头 他就发现自己身后不远处 突然出现了一个身材轻细的年轻女子 那女子披着一头长长的黑发 穿着一身白色的连衣裙 在夜风的吹拂下显得格外的单薄 让人感觉怪异的是 现在是晚上 他戴着一层厚厚的口罩 口罩的正上方 是一副大的几乎遮住半边脸的黑色墨镜 加上光线较暗 根本就看不清脸 哎呀 还真是个奇怪的女人 打扮成这副模样 杨涛感到有些疑惑 但他马上又冷静了下来 猎物终于来了 附近又没有其他的行人 正是下手的好机会 杨涛一脸凝笑的 朝那个女子走了过来 就在两人即将擦肩而过的时候 杨涛忽然一闪从背后 勒住了女子的脖颈 最后他翻过身子 把女子死死的压在了地面上 小美人 把你的脸给我吧 杨涛冷冷地说着 一把扯下了女子的墨镜和口罩 可就在他看到 女子脸孔的一瞬间 杨涛的眼神顿时被无尽的恐惧所充填 借着路灯昏暗的光线 他赫然地发现 对方根本就没有脸 他的面部血淋淋的一片 就好像被人用刀割下来一样 暗红色的肉不断地流淌着 黑褐色的浓水 费大的蛆虫 不时从肉里钻进钻出 看上去异常的恐怖 杨涛吓得大叫起来 他松开抓住对方的手 亮亮腔腔地向后退了几步 可是一不小心踩到了石头 整个人被绊倒在了地上 女人缓缓地从地上爬了起来 声音哀怨地说道 半年了 我一直都在找我的脸 我找得好苦啊 我认得你 就是你把我的脸拿走了 今天就用你的狗命来还了吧 不 没有 我不是 杨涛早已没有了 往常作案时的冷静 亮相地从地上爬了起来 此刻他已经语无伦次了 他也只有一个念头 见鬼了 可是就在他转身的一瞬间 杨涛的脸瞬间变得更加傻白 只见自己的身后不知何时 竟然站满了身穿白衣的女人 她们全部都没有脸 被撕裂的面部 皮肤不断地渗着血 行尸走肉般地摇晃着身体 朝杨涛围了过来 你 还我们的脸